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到来,我是老徐来,咱们说说塔利班 塔利班呢应该说这两天啊,这个有喜有忧 虽然说整个的他的一个大局已定吧 喀布尔机场的话呢已经定下时间8月31号 是美军全部要撤离完 拜登呢也已经答应了 尽管说目前所有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在内啊 其实对他这说法都很不满意啊 因为觉得说也没有跟任何一个盟友打了招呼啊 就直接这个把这个时间一口答应下来了 感觉好像你把他们都停在这个杠头上了 咱们老百姓的话说起来啊 就是有点做事情怎么讲有一点不打提前量啊 造成就是说大家都跟着你一块手忙脚乱的啊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阿富汗的局面的话呢 依然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给我感觉的话呢 塔利班虽然现在在有些方面啊 表面上看上去是占优啊 但是离真正的建立一个 能够被大家承认的一个政府啊 其实还差得挺远的 我觉得目前整个的 他的这个这个 在阿富汗的实际的这个 离建立政府的这个程度啊 可能还不到50% 为什么呢 我把一些他的困难跟大家说一说啊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摆在他面前很现实的有一道这个 这个疑问题 就是如果到了8月31号撤不了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之前说的有鼻子有眼对吧 口气是相当的坚定 这个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怎么怎么办呢 你真的在跟美军再干一仗吗 这个是放在他面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有可能撤得掉 但是我觉得很大的概率啊 就是撤不掉了 撤不掉的话 那你到时候怎么来圆这个话 对吧 他之前呢 其实我觉得他之前那么强硬的表态 其实就是为了主要啊 羞辱一把美国 就是要让你美国低头 让你美国不得不接受我这个8月31号的 这个一口答应的条件啊 就是就是要羞辱你 你在我这个国家要羞辱二十多年吗 对吧 你如今走的走了以后 你看你整个的一副狼狈相 对吧 必须就得31号 你就得给我完成 他其实是这个意思 但咱们就说万一吧 如果真的完不成的话 对吧 那你塔利班怎么办 是不是真的真的敢跟美国人干啊 这个是一个一个 怎么讲 算是一个不确定性啊 还有呢 我看到今天啊 这个其实已经有这个ICSK ICSK伊斯兰国啊 他出来承认了 就是这两天的这个炸弹的这个恐怖袭击啊 就是他做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其实不单是ICSK啊 我看这个目前已经已经有国家啊 他的一个邻居已经表明了 就是塔吉克斯坦 已经这个表明了说 他不会承认这个塔利班之争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塔吉克呢 其实这个就就就他跟他在北方嘛 他在这个阿富汗的北方嘛 他跟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北方的这块地方呢 其实一直是有一些这个冲突 有一些冲突 而且呢 这个不是说北方夺回几个政嘛 对吧 北方联盟夺回他这个几个省嘛 其实就是塔吉克派过去的人啊 那么这个背后 你说是谁在给这个塔吉克和这个北方联盟里面输送这个火力呢 是俄罗斯 塔吉克其实背后一直是俄罗斯啊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次塔利班啊 他这个一下子回来以后好像势无破竹 对吧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军不抵抗 对吧 就跟当时国民党一样 但是你看中国的态度相比起来啊 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可以说表现的比较的不积极 基本上没说什么 对吧 就是随你们去啊 当然也说到一点 就是跟我们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啊 这个通话的时候 这个普京跟习近平都有一个共同表态 就是说这个以后的塔利班呢 不要有这恐怖分子 不要有恐怖分子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 其实你对这个塔利班来说啊 他其实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 目前的话呢 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这个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这个枪打出头鸟 那么多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伊斯兰教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吧 而且有一些呢一直被冠于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名声啊 其实你想想塔利班他你要说他恐怖组织一点毛病没有 对吧 二十年前他做的那些都是什么事呀 对吧 那就全是恐怖组织的事嘛 对吧 然后到了现在的话呢 感觉好像你要这个 这个突然之间这个草鸡变凤凰啊 一下子好像要转正了 要变成一个这个当家做主的这个为人民当家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了 那这个而且呢 你你这次表现出来整个的一个态度呢 用他自己话说叫包容性的政府 就是用用但是用伊斯兰教的这个这个眼光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是你向世俗文明屈服了 那么ISIS的话呢 说句实在的 你问我像ISIS这种组织 ISIS-K啊 这个组织 你说跟这个塔利班 他到底在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框架里面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不是这个更 他比那个塔利班更极端一些呢 我相信有些那个媒体频道会这样说的 我不认为 我觉得这些组织在我眼里是一样的 没有多大区别 唯一的不一样在什么 唯一的不一样在于塔利班 那现在有机会啊 就像草根一样 草根有机会玩成主流了 那么ISIS-K呢 他当然就是心理不平衡嘛 他觉得说咱们当时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也你也不比我高多少 我也不比你高多少 突然之间他发现有一天啊 你好像要变成说转变成主流的了 而且反过来说要向世俗文明这个屈服了 那他当然就要跳出来跟你做对啊 对吧 他又没有从你的这个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这个转正的过程里面得到任何好处 对吧 他又不是你这个阿富汗国家的人 他又不是属于你这组织的 他当然就是 就是怎么讲呢 我从来觉得这个伊斯兰的世界啊 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没有美国人 大家知道他们也已经打了少说打了有一两千年了 这个战争是不断的 现在美国人走了 所以他们自己就开始了 都不用别人挑拨啊 他们自己原来就存在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啊 有这个地缘的矛盾 有这个意识形态的矛盾 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有 那么现在的话呢 几个矛盾交织在一起啊 而且最现实的就是说 他这里面有两个冲突 一个冲突呢就是说 你塔利班有机会转正啊 这个上台执政 但是其他的那些组织啊 其实跟你原来性质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 而且呢 你确实是违背了 所谓这个瓦哈比这个原教旨主义啊 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指导思想 原教旨主义 大家知道瓦哈比那个 他其实是比较极端的啊 他也就是只承认 他们自己的伊斯兰的这个异神教 阿拉啊 只承认这个 对于所有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异神教啊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异教徒啊 全都要发动这个圣战 全都要清除掉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 虽然说塔利班一再一再 这个对外的宣称啊 要在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框架下 对吧 包括说给女性一些权利啊 包括说你说这个 要来处理各种各样的争端呢 但是问题是 你跟原来的那些这个 就或者或者说跟你 跟你自己二十年前相比吧 你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度啊 你往好 好了说是成熟了 对吧 但你往这个难听的说呢 其实就是你向世俗文明屈服了 所以说这个里面 他有一个冲突的矛盾啊 至于你说这个 这个ISIS-K到底会先起多大的波澜 我觉得未必会起很大的波澜 但是问题是啊 他会要动摇这个 你执政的合法性 而且他会把这个过程给延后 但你要知道塔利班呢 他其实最怕的就是延后 因为他必须马上立刻要解决的 就是吃饭问题 越是早解决 他越是心里面那块石头能够落了地啊 越是延后啊 说句实话变数就越多啊 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有一些影响啊 还有一个 就咱们中国跟俄罗斯一再强调的 就是你要切断 你跟恐怖组织的那些关系 咱们一再强调这个 你想想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咱们一再要强调那个 就是因为塔利班和那个恐怖组织 原来就是铁哥俩 为什么呢 塔利班的最好的哥们儿 不是不是中国 也不是俄罗斯 而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是巴塔 阿塔和巴塔是铁哥们儿 那么那么多年那么多次 被美国人打的 就是咱们说难听一点 屁滚尿流往哪儿逃啊 那最近的就是往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谁收留你啊 那可不就是巴塔吗 当然咱们的这个国家的定义来说 巴塔是恐怖组织对吧 塔利班目前来说 它是一个要组一个包容性的政府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比较客观的 不是说一个好像恐怖组织一样 感觉算是一个好的吧 或者这么来说吧 那其实其实他们两个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呀 但问题是你现在 你要获得更多的 你从地缘角度来说 你要获得更多的利益 你当然你要撇清和这些恐怖组织的关系嘛 那其中这个ISIS-K也是一样的嘛 那你要获得更多的利益 你要把它们撇干净了 那那些组织肯定会对你采取报复啊 你看ISIS-K不就来了吗 所以说这个对他是一个挑战 他是不是可以兑现承诺 真的跟那些恐怖组织撇清关系 还是说呢 他对中国这种大国啊 只是说这个阳凤英伟啊 没有可能真的永远撇清关系 只是说呢 尽量的 从这个外交的角度啊 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承诺啊 但实际上的话呢 如果如果你隔一段时间就看到有这恐怖袭击 对吧 隔一段时间就看到有这个炸弹 那说句实话 就这个就还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因素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可以彻底的这个清除毒品 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个挑战 那么多年过去 整个的那块地方就是鸟不拉屎啊 除了种因素以外没有任何的作用 他现在已经说了 塔利班整个的土地上将不再种植因素 那么你种什么呢 其他的东西可是 钱没有那个经济价值高啊 你可以说不种 但是问题是老百姓种了以后 你会把它怎么样呢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 你要解决你的粮食问题啊 你如果今天能够解决吃饱饭的问题 你说出这句话来大家是信的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就等着要喂饱你自己啊 所以你现在你口号是喊出来了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做呢 这个也是就是直接决定啊 他是不是可以长期支撑下去的一点 包括说你说这个他的邻居里面 是不是会承认你 刚才已经说了吗 塔吉克斯坦已经这个自己说了吗 不承认吗 目前已经听到有国家说明确不承认他的 但是没有听到一个国家说我一定会承认他的 所以目前你说这个塔利班 他离这个正式的执政这个 获得大家承认这一天啊有多远呢 其实还差的真的挺远的 最后一个我想说啊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原因以外 他还有一个怎么讲可能算是将来未来的麻烦 咱们讲咱们就说吧 如果他真的获得了这个 这个大家一部分国家的这个承认对吧 甚至有可能在联合国也拿到了这个他需要的三分之一的票数18票 但是问题是面临一个这个很现实的这个一点啊 大家知道这个就像美国人当年在西贡一样 对吧 在当年在西贡留下了一批什么呀 留下了一批这个很漂亮的混血儿啊 有些混血儿以后就去美国了 有些混血儿没有去美国就一直在这个越南生活这样 中国以前这个90年代的时候 80年代吧可能啊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孽寨好像90年代啊 那个孽寨那个电视连续剧很有名啊 当时是整个引起社会上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响啊 就是说那个上山下乡的一批知青被派到云南 云南以后的话呢 然后就是都回来了回到上海 但是呢当年在云南的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爱情故事啊 就是说的是当年他们的他们在那里生了小孩啊 后来有一天的都回到上海 来找他们的爸爸妈妈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那那你看整个目前在这个 包括以前在西贡 现在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呀 美国人一万多个士兵在那不可能闲着呀 怎么可能闲着呢 从来不可能闲着的 这个你你派任何国家的这个军人过去都不可能闲着呀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他要逃啊 除了说有大量的这个女性啊 他如果留下的话 他尽管塔利班说在原教旨主义框架下会保障这个那个 那跟这个自由社会不能比啊 什么你出去和你朋友对吧 碰个头吃个饭 你自己想去逛街就逛个街 喝个斯塔巴克斯的Frappuccino 这种事情不可能的 你你你你觉得在阿富汗会会发生吗 不可能的 女性在他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原来的地位里面啊 他只是一个用于传宗接代的一个工具而已 就跟你的这个手机一样 那现在的话他比较开明一点 就不像原来那个袍子整个的照起来 有你看这个之前的话呢 有几次这个镜头里面出来 有女女记者采访对吧 包括说他只是蒙一个Hijab 整个脸是露出来的啊 就把这个头上整个包一包 但是你你你说以后再往后的话 当他政权稳固以后的话 那些女性是不是还能够像 我们平时世俗文明的这些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女性一样 有那么多的自由呢 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更不要说有一些比如说女性运动员啊 对吧女性的记者啊 为什么那个飞机上会逃那么多的人 而且据说目前整个的这个 已经开出了这个黑市上已经开出这个机票啊 六千七百五十块一张 你要有这个钱六千七百五十块啊 炒的比较高了啊 我就给你买一个位子上去 所以你看什么什么时候都有发财的人 包括说还有这个有一个雇佣军的一个集团叫黑水 blackwater blackwater他目前整个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能够帮你啊你你高价请他这个保驾护航 他能够把你保送啊到那个机场 不然的话你根本进都进不去啊 没有进去就被炸弹炸死了 所以说目前blackwater的这个生意也非常的好 包括说他还做一些就是掩护你到其他国家去的 从这个陆地上逃过去 他也有这个业务啊 最大的其实对于这个塔利班来说啊就是 他以后的这个阿富汗的社会一定也会有很多孽债 一个个的这个对吧 阿富汗和美国人的这个混血儿 对于这批人以后你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对他来说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动摇 因为这批人的话说就实在的啊 你要获得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对你完全的认可是不可能的 他他从生出来的那天开始 他整个的这个外貌就决定了大家不可能接受他 那他你说你说他这样的人长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将来长大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啊都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啊这个不管整个的他的这个国家 有这这样那样的矛盾啊 我觉得我们坚持的这个原则还是对的就是阿人主导阿人所有 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去解决 而且呢即便说他第一次解决的不好 那你也要给他一个机会对吧 让他可能把后面发生发现出来的这个矛盾再解决掉 不要像美国人那样对吧 整个的你看花了20年的时间和当年西贡一样 当年在西贡他待了19年对吧 40多年以后456年吧 你去了这个阿富汗 又是20年那不跟当年一样吗 当年是狼狈逃窜 现在那是逃窜狼狈 20年的时间死了2500个人 一万多个人缺胳膊少腿花了2万多亿美金的这个军费开支 最后你做的一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把阿富汗政权从打塔利班变成了塔利班 人家20年前就是塔利班呢 你美国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非常的可笑啊 好吧 但是关于塔利班整个的这个执政的前景啊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盲目乐观了 他就是后面有这个大量的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啊 我们再看看好吧 首先关心一下目前整个8月31号啊 如果撤不掉的话 他到底会怎么样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欢迎大家这个继续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并在下方的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 谢谢